這是直線嘛 第一個練習在手肘變成曲線 所以手肘要有一個彎曲頂柱變曲線 當你做出這個的時候 把這邊的筋往外拔了 還會往這邊的筋往外拔 這個是在推掌是凝轉的要素之一 在內修工八母掌裡面 這個力量也是能夠導引的一個關鍵力量 因為你從手到這邊太遠了 你中間要有中繼站 每一個關節 工正你先不要講 每一個關節都是力量的中繼站 你可以把它當成是放大器 這個手撐的力量起來了 這個手撐出來 你如果手手是直的的時候 其實這個撐出去的力量 到這邊就沒有了 是不是 到手腕就沒有了 所以你必須這個撐出去的力量 手手一頂 撐 手手頂出去 這個力量這邊被拉起來了 然後在肩膀往後一翻 拉得更強了 聽不懂 所以你必須這個中繼的力量要有 你中繼力量沒有 你不可能做到導引的 因為這個力量是不夠的 是不是 你們自己試試看 這個不管你伸的多遠 跟裡面一點一點關係都沒有 一點關係都沒有 是不是 可是你伸出去直線變成曲線一頂 這個力量 這個筋又被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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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拉出去了 你要有這個力量 然後肩膀再一層 層肩墜走往外一撐往外一拉 才有導引的力量 要不懂 所以在走推掌的時候 你就要練這個 走推掌的時候 推出去 手走一頂 手走你看 一彎 手走一彎 把這個力量往外拉 要不懂 要練這個 要練這個的力量 好 再 再